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今天出來見記者的時候就被問到 究竟美國制裁香港 會怎樣影響到聯繫匯率制度 陳茂波在作答的時候 竟然間邊講邊哭 究竟他講什麼說得這麼感觸呢 他作答的時候就提到 說中美國力不單止不會令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影響 更加能夠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 一說完這句馬上就雙眼通紅 流起眼淚 接著他就強引著淚水作答 說基本法能夠保障資金自由進出香港 以及港幣的自由兌換 而且上星期評級機構惠譽 都沒有因為立法事件而影響了本港的評級 而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陳茂波和商界接觸的時候就發現到 社會治安風險令到相關人士擔心 香港投資環境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故此他就說 港版國安法的立法是有助改善營商環境 而且中美國力香港都會得益 比如說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概念股 將會考慮來香港掛牌 他就說這些說話 到底聯匯制度又怎樣 他也是說那些說 特區政府是不會實施外匯管制的 推行聯繫匯率制度不需要獲得美國同意的 但是正如鍾國斌所說 一旦美國不幫你去做結算的時候 那你怎樣兌換美元呢 當然陳茂波當然是避重就輕 沒有回應到鍾國斌這個疑慮 只不過我也很有興趣想了解一下 一旦美國真的採取這個決定的時候 究竟香港那班高級官員有什麼應對辦法呢 是不是就這樣站在那裡無計可思呢 似乎都是後者居多 因為他們三番四次強調 就說聯繫匯率制度無需要美國的同意 以及就是香港的外匯儲備 擁有四千多億美元那麼多 但是如果美國不肯幫你做結算 不肯幫你兌美元的時候 那你這一筆的外匯儲備 用完都是沒有的 那到期時又怎樣呢 那你特區政府是不是有一個必要 有一個責任向市民解釋一下 到時你們又會怎樣做呢 怎樣捍衛這個聯繫匯率制度呢 好了 至於陳茂波今天見記者說到哭這件事 他自己就出來回應 但是這個回應似乎顯得有點辱蓋離章 他就說今天中午突然收到很多朋友的問候 因為在電視畫面上 就看到他在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 好像眼泛淚光 不是好似的 他說這個只是一場誤會 事源他今天出席完立法會的會議之後 在咪兜接受記者訪問 可能說得比較長氣 加上面對著攝影機鏡頭的燈光 所以看起來好像有淚光一樣 對於經常要看文件又不夠睡的人 眼睛保護確實十分重要 不要掉以輕心 再次多謝大家的關心 大家在工作之餘都要多加注重休息 接著他那些hashtag 還懶得好笑 說有沒有眼藥水介紹 香港人哪個會夠睡 被流淚 也挺搞笑 人生有癌文件無量 喂 陳茂波 事實上 畫面真的拍到你是 劉馬廖 沒有騙你 這麼多畫面 鏡頭都見到 對不對 如果不是 你都收不到你的朋友問候 至於為什麼 關於制裁香港的時候 你就劉馬廖 這個其實又可以跟當日的律政司司長在英國的態度 一起去看 當日鄭若驊在英國 詹嘉伊又說 弄傷了一隻手 就想長期留在英國 不回香港 不知道他是否想到 自從擔任律政司司長之後 覺得自己上錯了一條拆船 於是乎想跳船 至於陳茂波 一談及到這個制裁問題的時候 就劉馬廖 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一件事 就是擔心自己日後被制裁 就要永生永世留在大灣區那裡退休了 就不能拍下屁股去外國探世界了 更何況就是 他在香港團積了這麼多的資產 之前又有這個花名叫團地波 劏房波 好了 現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一聲令下 就說要針對香港的官員進行制裁 他本人又不知道會否落入這個制裁名單當中 現在就陷入了一個困境 就是和鄭若驊一樣 就是既不能辭職 亦不能走資 如果你走資的話 將那些錢放在離岸戶口 分分鐘一落入制裁名單 就被人凍結了資產 不單是錢不能走 人也不能走 大陸怎麼會這麼輕易放過你這班人才行 你以為做這個傀儡政權的高級官員 是這麼過癮的 當然就不會肯讓你辭職 就算你想走都 故此那些錢就要全部留在香港了 而且還要是港幣 你不能夠自己去兌換成美金 對不對 豈不是被大陸發現得到 就說你對於香港的前途 對於港幣的前途是沒有信心 於是他就要承擔這個港幣貶值的風險 故此難怪他哭了 另外有網民翻舊帳 揭發得到陳茂波 原來小時候透過國際陪幼會 獲得兩年的資助 而且近年他找回當年助養他的美軍中衛乾爺 Mr.Bruce 他還曾經跟家人遠度飛去美國華盛頓和乾爺見面 一家人見面那一刻仿如隔世 好像失散親人一樣激動相容 場面感人 原來陳茂波有個美軍中衛乾爺 陳茂波自爆 當年獲得授助時只有六歲 住在石劫美的木屋區 後來搬到廉宗屋 生活改善後就停止接受資助 那他契爺為何會助養香港的小蚊子呢 原來有一次他在剃報紙的時候發現 原來每個月給7元美金 就能夠助養得到一位小朋友 於是就決定要助養一個中國的小朋友 但是那時候的國際陪幼會助養計劃 就沒有涵蓋到中國 最後就選中了居住在香港的陳茂波 這個陳茂波原來曾經是吃過美國的奶水長大的 實情陳茂波本人有多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家都知道 老婆是英籍 兒子是英籍 女兒也是英籍 唯獨是他本人因為要在香港擔任立法會議員 以及要做高級官員 所以沒有英籍 根本上這些人叫愛國是沒有水平的 全部都是找老襯的 這些人完全是沒有資格說愛國 對不對 如果是真正愛國的話 不僅是要放棄所有外幣和海外的資產 而且是要將自己的老婆子女 全部退還外國國籍 你便拿中國籍 你便拿回特區護照 有甚麼問題 這群狗賊 完全是 口裡叫愛國 自己就教定腳 算是甚麼的愛國 接下來就想說說香港的選民登記情況 今天選舉事務處公佈了臨時選民登記策 終於發現到新登記的地方選民有40萬人 在扣除了過身 以及經過審查程序而取消資格的選民之後 正增長也有32萬2千人 這個數字當然是非常大 升了差不多一成人 而且接近一成人也有很大機會 會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當中投票 因為他就是要行使這個權利 所以才會響應選民登記的號召 好了 地區直選有所增長 究竟功能界別方面是怎樣 因為民主派已經定了目標 就是35加 就是要搶供過半數的議席 好了 他們早前曾經宣佈過 有六大界別是要搶供 是希望變天的 分別是飲食界 進出口界 工程界 批發及零售界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原景界 以及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在這個六大界別當中 除了批發及零售界 可能受到一些經濟影響 有些公司倒閉了 所以選民人數是下跌的 還跌了一成 而其他五個界別 都是有所上升的 尤其是在飲食界方面 選民人數升了八成很多 希望這些下增幅大部分都是黃店 黃店已經受惠於黃色經濟圈 有這個生意上的增長 希望那些老闆也會在今年 立法會選舉當中出來投票 否則你就要繼續忍受到張宇人四年 至於進出口界方面 選民人數升了兩成二 但至於戰況會是怎樣 就真的選過才知道 因為自從九七之後 進出口界每一屆立法會選舉 都是自動當選的 都是沒有競爭性的 今屆進出口界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民建聯的黃定光 所以2020年這一屆就重要了 真真正正有個困 至於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原景界 就升了一千零多的選民 上屆的勝負距離是多少呢 其實只有六百多票而已 上屆就由謝偉傳對決司馬民 當然就是謝偉傳贏了代表建制派 但是勝負距離六百票而已 現在新增的選民有一千零五十幾票 如果大部分都是黃絲的話 也有機會變天 至於工程界方面 雖然升了接近一千二百人 但是上次的勝負距離 有千八個那麼多 就算全部都是黃絲的話 也還差幾百人 看看有沒有人會在界別當中 改變了取態才有機會變天 至於另外的界別又如何呢 進出口界都升了兩成二 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 就升了一千人有三成一 上屆體育文化界 其實勝負差距只有五百多票而已 現在升了接近一千人 其實如果這一千人當中 大部分都是黃絲的話 就足以變天了 當然也不能夠解設所有新增的選民 大部分都是黃絲來的 故此大家在今年的九月六號 一定要出來投票才行 一定要告訴國際社會 我們香港的民情和民意 究竟是怎樣的 縱然立法會 在目前你所說的 似乎它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了 因為中共會出一招 就是他們自己立法 然後放在基本法附警衫當中 但是既然有這個機會 可以表達這個民意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去做呢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聽那些人說 投白票 或者專門投入分化的人 那些不需要理他了 那些任由他在社會當中 邊緣化就可以了 我們總之做好自己的本分 九月六號一起投票 另外所有在海外住的香港居民 也要注意 如果到時入境的限制放寬了的話 希望你也可以把握這個機會回來投票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